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刚刚预告过这一小时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青少年自伤自杀的这个话题 这话题虽然听起来比较沉重 虽然也不是很好去切入 但是我们今天试着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他也是观察到社会的发展当中 为什么有这么一群年轻的朋友 他们对于人生正是璀璨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所谓的自伤 或是自杀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我们想要好好来探究一下 那因为公共电视青春发言人的节目 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企划主题 那我们就来访问今天来到现场的是 这个主题的气边 郑淑丽 淑丽姐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还有这个专题的专题顾问 儿少精神科的医师陈直财 大家好 陈医师好 还有这个受访者 他曾经也是对于自己有自伤 甚至自杀念头的孙庆珍 大家好 这个庆珍愿意来到现场 也是非常的谢谢他 那当然走过了一段非常辛苦的路 可是现在在面对这样议题的时候 他还是很愿意去面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伤 以及曾经他在人生当中非常灰色的时候 他愿意以身就是用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来对话 好 那因为这个自伤自杀否清少年这个主题 其实不好谈 但是我们可以从卫福部的很多数据当中看到 青少年自杀的这个话题 其实连续20年都是攀升的 那我们先请教一下这个熟力气边 你们在计划这个主题其实蛮难的 当初怎么会想做这个主题 那你们在制作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就像书伟刚刚提到 就是卫福部统计就是青少年自杀率连续20年攀升 那青春发言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关注青少年议题的一个节目 那这个自伤自杀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因此我们就开始想要做这个节目 那碰到的困难就是 刚开始要做这个节目 就会有朋友会很紧张的问我 因为他们家里也有青少年 他就会说你怎么不去做那种健康开朗又成绩好的学生 那为什么要来做这种什么自伤自杀 万一他的家里的小孩子看到了 那会不会对他的家的小孩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其实自伤自杀这个议题的困难度在于说 他是一个大人很害怕小孩会碰触的议题 所以我们当初在寻找个案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蛮花费心思蛮困难的 因为要寻找个案 但是个案你们在跟他访谈或是询问他意愿的时候 你也会担心对他会不会造成一个二度伤害等等之类的 对这是我们非常担心 所以我们其实钱会预防会过滤 然后会确认他的状态 然后像庆珍甚至也会问他说 哪些问题问了你会不会不舒服 那在访问的过程中 如果觉得不舒服你可以不答 或者是说访问完你觉得哪些讲的 你觉得会让你有点后悔 你可以跟我讲我们这段 我们可能就不采用这样子 所以联系到庆珍是怎么联系到的 庆珍很棒就是 那时候在那个脸书上 因为我长期就去关注忧郁症的相关的那个社群媒体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篇 然后他写说他是一个幸存者 他是一个幸存者的身份 然后来讲他怎么走过这个情绪风暴 然后他以过来人的身份 然后给一些很具体的建议 非常多的就是网友去转发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具体 然后很有方向性 于是我就跟庆珍联系 我觉得庆珍很棒 那时候也觉得我愿意谈 然后也确认他的状况OK 所以他是我们第一个在我觉得还蛮灰心 就是真的找到没办法的时候 庆珍出现了 所以在庆珍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之前 我想先请教一下陈之财医师 因为儿少的这一个所谓的自伤或自杀的议题 的确是不太好去切入 因为担心种种的担心 爸妈担心 然后担心对青少年会不会再造成另外一次的伤害 所以在这个主题发想 或是邀请这个医师来加入当顾问的时候 你有特别提醒制作团队要注意什么吗 我觉得这个制作团队包括像庆珍 其实我之前在制作过程就一直听到他的各种故事 就是就还没看过他就认识 我觉得一个点是这个议题是一个很重要 但是没有人敢谈 对 那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蛮应该去正视的问题 因为这样子的话孩子怎么求助 那大家怎么回应 那如果没有回应就是他们自己去找答案 如果他们找的网页是比较正向还OK 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觉得 一个部分是 其实自杀率在后疫情时代被讨论了很多 那其实老年的盛行率最高 但是青少年就比较像是为主持人提到的 因为在很璀璨的年纪发生 就会很震惊 对 那但是就是这几年的自杀率比较特别的是 青少年族群是在上升当中 那我觉得其实还蛮感谢就是公事还有庆珍这样子的 大家有机会去讨论这个议题 因为其实我们对情绪这里面其实很容易牵涉到情绪 对我们对大脑这个器官的认识其实最晚 对 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拉肚子的时候 你不会想说我要坚强度过拉肚子 但是你忧郁症的时候你就会想 我要很坚强的度过忧郁症 所以其实人们 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点 就是人们可能没有去想过它是一个需要帮助的 而且它掌控了我们全部的一个行为情绪 而且我觉得我们从家庭教育或者是学校教育当中 很少教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自己情绪的变化 怎么样去求救 我们有哪些管道可以求救 对我觉得太棒了 我觉得有个机会去讨论情绪这件事 就是情绪其实蛮生理的 不只是所谓的意志力 譬如说我看到你我就很开心 其实我可能来不及想 我身体就有变化 那我在可能某个捷运站看到一个 我之前失恋多年的男友 我一看到他就有种很不爽 走过头 想说他为什么过得这么好 有没有想过什么那都是后面 但是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会散 就是情绪会颇然 但是其实你都是生理上的反应先走在前面 是 才有后面的一个诠释跟意义 那我们接下来等一下再来继续请教陈芝彩医师 那因为庆珍今天在现场 庆珍目前是在美国念博士 对我在Indiana的Purdue University 就普通大学念比较文学博士 是好那你愿意来参与这个专题最主要的原因是 其实我们都层面的 就是就个人层面来说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郑士逢要出国 去年要出国开始读书 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变 所以我希望能够 就是这个机会可以让我记录自己的人生 然后比较公共性的层面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忧郁症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社会现象 或是这种疾病 就像刚刚大家讲的是 很少被讨论的一个话题 那如果当这个话题 开始被谈论的时候 他更被注意的时候 那我觉得可以让很多 需要被帮忙的人 可以得到他们所 得到所应该得到的帮忙 然后大家如果有这个awareness 就是有这种关注性的话 知道他们有这种问题 那也许他们就能够被看见 那可能很多人的痛苦 或是生命就可以不用 这么平白无辜的丧失 你自己最忧郁的年岁 是几岁到几岁 几岁到几岁 我想想 大概 最忧郁 大概25岁开始吧 对吃药大概开始吃了 总共大概吃了六年 吃到今年为止 所以大概是25到30岁的区间 所以曾经也有那种想要伤害自己 或者是想要一了百了的念头 哦对啊 就想死的时候会很想死 那那种念头会不时的出现吗 会耶 对就是还蛮常会出现的 我觉得那不是 那不是意志力或者是想法能够控制的东西 就不是说我现在要想去死 所以我就去死 它就会自动浮出来 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一个 大脑里面的一种 迷迷之音 然后就说你就去死吧 对啊 然后就 就去死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讨论 让我们可以更理解 这个理解 理解我觉得是一种 很温柔的对待 但是你不用同意它 但你可以理解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青少年自杀的这个主题 公共电视青春发言人节目 讨论了这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 刚有提到说 它是一个不太好切入 怎么样去能够 缓缓都能够照顾到 这个这个主题的确是不太好进行 但是即将会让大家在电视上 还有在网路上会看到 这个也是 我觉得不论我们现在是几岁的年龄 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自己的情绪 还有为什么我们会让自己走到 对于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毫无可恋的 这一种地步 好 那像刚才这个庆真有分享说 就是在自己可能忧郁的情况之下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无趣吗 对我觉得会有一种 复向循环 就是可能遭受各种不一样层面的生活打击的时候 然后就没有办法建立一个 比如说奖低机制 或者让自己开心起来的方法 然后当然可能也有 其中有就社会性因素啊 或者是生理的因素 应该说每个人他们所碰到的问题 跟所面对到的那些障碍或是困境都不太相同 然后这些不同层面的压力啊困境啊 就可能会造成就是忧郁症这个状况 我觉得 那你自己怎么意识到说 你好像现在需要求救 就觉得会有一阵子觉得会完全开心不起来 然后觉得 比如说睡下去就起不来 然后起来的时候觉得没有事情做 然后就单纯不想起床 然后对事情会完全没有动力去做 那你回溯说造成你这个原因的 包括你刚刚讲说蛮复杂的嘛 那你觉得因为有很多是 跟自己的家庭因素会有蛮紧密的关系 这部分也是跟你的家庭因素会有某部分关系吗 哦有啊有啊 就是像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可能家人就家人过世啊 然后可能家里面的一些争吵 然后 只蛮多蛮多很蛮多不一样的压力跟状况 或是亲情的压力会造成 情绪上的很严重的波动 嗯嗯嗯那你那个波动 就是念头一直上来一直上来的时候 你的周边的朋友 他们有给你什么样子的回应吗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耶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跟自己的犹豫相处的时候 其实还不太知道要怎么去面对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求救 或者是找人帮忙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常常 呃 某种程度上也会责怪自己说 为什么不好好振作之类的 嗯 然后对于朋友来说 像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就是其实不知道怎么跟朋友们相处 或者跟他们 呃 寻求自己所需要的帮助 嗯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中控比较像这样 嗯嗯 那请问一下这个熟利 呃气边哦 你们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 因为呃 每个个案的背景故事都不太一样 好那你们大概呃 有几个观察就是 他们大概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会造成他们可能会有忧郁 或者是觉得人生走不下去的关卡 嗯 因为其实呃 我们在预防的过程中普遍发现的哦 也呃 也跟其实跟官方的一些统计 有一些谋合的地方哦 就是说其实他们陷入忧郁 或是会有一些想不开的念头 其实大概就是本身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然后或者是人际的压力哦 科业压力 然后或者是家人哦 跟家人相处 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要会让青少年觉得感到不开心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 预防的话会我们还是希望说在片中可以呈现 他们在面对他们想要毁灭自己的时候有一些自救的力量想要救自己 那所以包括庆争或是我们另外一个片子听听他们甚至在霸凌的那支影片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很积极的想要想要脱离那个困境哦 想要他们有一些方法 庆争有举一些具体的方法 然后甚至有一些SOP想要可以照着怎么做 甚至被霸凌的孩子他甚至都会想说说 他怎么走过那一段呢 他可以怎么去面对当时的困境 他也可以提出一些方法 我相信绝对 所以他不是全然都是这么的灰色的 他其实也有这个很想要振作的时刻 对其实大部分有 其实我们很想呈现他的努力的状况 希望我们这个片子是有力量的 就像庆争刚才提到说 状况不好的时候真的是摊在床上 不想起床是常有的 但是还是会很有积极的面对 比方说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 其实他这是很重承诺的人跟朋友的约定 朋友大大小小约定要去家教 要去打球 要去练团 这时候就会让他就是有一个动力想要出门 因为这样子慢慢的鼓舞自己 然后就是尽量脱离那样的状态 所以等于就是旁边的人的回应 对当事人也是很重要的 那请教一下这个儿少精神科的成直彩医师 就是说这个面对 面对如果我们的这个亲友 那尤其是否这个青少年的部分 他有情绪上的波动 但是大人可能很容易用自己的成长经验说 我比你还惨 或者是你们现在只要好好念书 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 不像我还要如何如何 就是我觉得他如果他对口是 是总是不太能够去理解的 这个回应的话 对他们会是更深的挫折感吗 嗯对 但是就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因为大脑掌管的是 人们的生活跟情绪 嗯 所以他其实更个别化 嗯 那刚才像庆正他就很细腻的有描述了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第一个要面临的可能就是 生理上面的状况 嗯 那其实如果我们更细的分的话 我们会把情绪分成两种 对不对 一种我们叫做Mood 意思我把它暂时翻译成心情 嗯 意思就是比较像庆正讲的 你就一大早起来 嗯 可能还没发生什么事 你就什么都不想过 嗯嗯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的所谓的遭遇症 或什么都是属于这种 就是他的神经传导物质 已经到影响到 他整个的一个 一个一天呈现 所以其实老师他们 有些时候也会觉得 嗯 譬如说我就觉得这个学生 哎 今天状况就不太对 嗯 那我们叫做Mood 那有一种叫做Emotion Response 意思就是情绪上面的反应 嗯 这就比较像我碰到挫折 我碰到家庭 的刚才就是 所谓主持人听到 我失恋 那这里面就会牵涉到 这两个的交织 也当然包括像不同的个性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影响了这个疾病的 一个复原的旅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举个例子来讲 刚才讲的太棒了 就是怎么样不让他恶性循环 所以当我处在一个低潮中 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时候 我又很在意我的表现 我也知道我不应该这样 这过程里面 其实都是在一个恶性循环 可是呢 你可以这样想 但是他没有效能 嗯 对 所以有些时候 当所有的东西 一方面都是非常的挫折 跟无望 那一方面都是找不到 效能的解决方案 那自杀就变成解脱的一个方法 嗯 对 那我是觉得说 这里面如果我们要谈 我比较在意的是 我们怎么去 因为你不讲 孩子自己会上网找啊 我一堆小朋友上网找什么 如何自杀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因为他已经想好这个方法 他没有想到别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跟当孰立 就是公司想做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是会觉得 有一个机会 大家一起去检视 生活中各种陪伴 怎么样可以 就是真正支持到这群孩子 嗯 比如说一个 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像庆珍是一个很负责 所以他可以拉自己出去 但是他出去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音乐啦 那些也稍微冲淡 在感官上冲淡 他要去想一堆解决方案嘛 至少他可以沉浸在音乐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陪伴 其实 因为庆珍算是 他还有一些跟同才的互动啦 因为他还打棒球 他有组团 所以跟人家还有互动 但是有一些 他已经会把自己完全封闭 他可能 maybe他在团体当中 他觉得他自己受到孤立 或者是他被 他觉得他被霸凌 那他那种孤立感就会更严重 他甚至就是觉得他人生当中 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的那种孤寂感 你讲的太棒了 就是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忧郁症跟其他症不一样 是当人们关心他的时候 有些时候他会推开他们 所以我自己是 在看到 譬如说他在打棒球 这里面有点特别是 这个陪伴过程是比较没有语言去谈什么心思 是纯粹沉浸在感官上面的 对 就是以他 看他的个性的好强度 有些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开口跟别人说 别人也不知道要如何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有些陪伴其实是远超过只是口头 但是忧郁症的一个陪伴里面所有的家长可能要有点概念就是不是 因为很多时候这里面都会恶性循环 比如我陪了半天 然后你就觉得你根本没陪到我 对 接不到 陪伴的重点 他应该有一些方法可以学习 像沁珍你如果当时在自己的忧郁症比较严重的时候 你最不喜欢听到别人跟你说什么 就有几些标准的回答 回答就是说比如说加油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后或者是不要烦恼 开心的过日就会过去等等 就是这些其实对于 很像长辈图的感觉 对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这些对于真的 很官方的说法 官方说法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于是乎乎 那什么样的反应对你们来讲帮助比较大 怎么样反应 陪伴听你说 听你说 不要有comment 对就是没有 no judgment 就是没有判断性 没有判断没有批判 就听你说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来聊这个青少年自伤自杀的话题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来跟大家讨论青少年自伤自杀的主题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卫福部在2020年的最新统计 青少年的自杀率连续20年都有攀升 那现在的青少年他们接受讯息实在是太多了 也很复杂 可能就不能够跟我们这一代 可能来相比较说 为什么我们当时也是这样走过来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 会用一些比较主观或标签化的来标签他们 就是你们 抗腰性不够啦 或是草莓族啊等等 像这个 庆珍你自己 在面对你的忧郁的时候 或是你会觉得说 这个中间就是觉得人生好难 因为我事先看了影片 你也提到说 其实人生真的很累 对没错 就是人生走这一招怎么这么累 那你是十几岁就有这种想法 对啊 的确 还蛮早的 其实也还好啦 十几岁 真的 如果 像我有一群就是 所谓病友圈 然后 他们大概 普遍都会有这种想法 然后十几岁 说实在 说早 也不早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想法 那像在这一些这个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病友圈里头 你们讨论这个话题 会彼此影响吗 什么影响 例如说 他觉得这个世界很灰暗 或他现在正直于这个非常非常忧郁 这个陷入圣渊当中 那旁边人会就是拉他一把 还是说你们会怎么样子去彼此的沟通 我觉得一般人常常会对于就是忧郁症的人 会有一种需要帮忙他 需要拉他一把的这种想法 但就我自己跟病友相处起来来说 其实大家需要的就是一个 能够没有判断 没有道德判断 或者是社会价值判断的一个人 可以跟他互动 然后让他能够把自己的状况讲出来 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是在于能够协助他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然后公事这件事情就 很难 一方面是很难 但是如果有这种陪伴的话 那就可以帮他做到 就是很强化的 就心里有很强化的效果 对所以 比如说通常跟 就是病友在相处的时候 通常就是讲最近的状况 然后 就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听 然后就这样就有 就很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很足够了 所以讲出来对自己来讲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一种展现吗 对 我觉得像一般人常常会对于忧郁症就是会 因为就是比如说像刚刚有讲到的 对于像有些评语比如说 为什么我以前做到你做不到啊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感受到我的痛苦啊等等 但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认真的去了解对方心里的享受 我们顶多可能从自己的经验来去揣测 或者是揣摩对方所体会到的东西 但那个毕竟都不是他所感受到的 那这样子揣摩的背后常常会有一种就是 对于病友来说就是有一种否定的效果 就是我之前做到你没有办法做到 那你就是没有做 你做的不够好 那其实这对病友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 那我觉得最有帮助的还是 陪他 然后让他讲他想讲的 然后帮他整理他的问题 然后可能的话就是帮他理出一条 可能能够走出这个问题的一些具体的方法 我有听过我朋友跟我分享 因为我们都是家里有青少年青少女的家长 那有一次几个妈妈在一起 有一个妈妈就分享说 他孩子学校里头有一个同学 那时候大概国三吧 他有自残的这个经验 那是一种 变成是他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的一种处理方法 而且他自残的方式 他都是在大家比较看不到的地方 例如说大腿 他因为裙子或裤子穿起来 那我们当时所有家长都会很shack 都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那他可能提到说 他觉得家里的要求对他非常高 因为爸妈的设定地位都很高 那他觉得他往往好像又达不到那个要求 然后再加上他觉得在学校被孤立 或者是甚至他说他被霸凌 那所以他就觉得很 他可能就是那种比较高敏感的孩子 那他一直到妈妈 发现他成绩怎么一落前掌 然后有一天不小心看到他的腿部的时候 就妈妈就崩溃了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爸爸妈妈总是期待他的小孩 成绩多好 然后未来如何如何 那怎么会我小孩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妈妈也崩溃 但是但是比较好的是 妈妈后来带着女儿 然后一起去做了资商 也看了精神科的医生 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协助 那同时这一对夫妻 他们也去做了夫妻资商 因为他认为可能是有反省到自己 那这个故事就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可能他女儿的状况十好十万 那后来也因此而学校做了休学等等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故事都不太一样 但是像刚才庆珍提到的 就是你当然你很绝望的时候 别人看你都好好 可是你很绝望的时候 你好像觉得这次没人能理解你 因为你想听到都不是你想要听到的 的话语 那我们对于所谓的自杀会有些迷思 例如我们常听到有人说 会讲出来就不会真的想死 他不会讲出来他才会想死 像这种是迷思嘛 对不对 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刚才庆珍讲了一些 其实在我们专业上 其实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只是透过他的体验讲出来 其实是还蛮佩服的 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感受就有客观的事实 跟主观的感受 同样的事件 比如说对一个青少女来讲 他如果他的世界只剩网络 然后那个网络的霸凌的语言一再出现 当然家长会觉得你关掉就好 可是如果他的世界只剩网络 那他就必须去先去看到这个点 他才有办法去关掉 要不然他会觉得我关掉他也是在线上 对这牵涉到客观跟主观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难的其实是 不管是陪伴者或其他的人辅导者可以 没有判断的 nonjudgment 这其实最难 对 因为我们总希望你可以活得好一点 而且都会说我希望你更好 对 我觉得要那么没有判断的去接受 这本身其实是一个 那没有判断的语言大概怎么说啊 我们也可以来学一下 什么叫没有判断的语言 如果说有一个朋友跟你讲 他现在很灰色 然后真的心情当到鼓励 有时候真的觉得说 这个世界实在太无聊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他 会比较恰当 你有 就是我们专业里面 你要不要先讲讲看 你讲讲看 怎么样的回应 我觉得就是不要 希望对方的回应是 不要把你的价值观 或者是你 对你想象中我所体会到的东西 强加在我的身上 了解 然后让我 就是假设我可以对你 假设我对你信任的话 我可以渐渐一点点的对你 谈说我所遭遇到的问题 跟困境跟境况 那假设你对我有价值判断 或者是 开始讲 比如说 人生大道理 对人生大道理的时候 我会觉得 那你就不是一个很值得信任 或者是 你就不会是一个值得让我信任 然后让我展开信仿的一个对象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把自己 就是这反而是一个把对方 推得更远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对方 把自己关闭起来的一个 不知觉的一个方式 对方的回应如果说我应该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这种有好一点吗 会会好一点 但其实你永远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感受 对 但是 但是这没有关系 因为 至少你没有批判我 对 因为没有批判 然后有陪伴 然后能够让我讲出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好了 我觉得其实它示范一个 当然就是在思考上面 我怎么样对人比较没有批判 对我觉得是行为 这是一个 比如说 忧郁就是不好的情绪 还是它只是一个讯号 这是一个 那在沟通的语言上 其实有一点点 诀窍是因为 比如说 我跟庆珍 我不太知道 就像他讲的 他的感受或什么 其实因为他有很多经验 他过去的经验 是我不熟悉的 所以我只能 说的是我看到的 那样子会比较没有判断 比如我问 你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种质疑性的 他就是比较容易 被对方感受到 就是批评或判断 但如果说 我看到你好像很难过 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讲的是 我的观察跟我的担心 但是因为它是我的感受 所以我就比较不会去撞到 对他的批判 对 这是一个部分 就是 对话的一个方法 但是就是 刚才讲的自杀的迷思 是我把话讲出来 其实话讲出来 不一定就 一定有帮忙 不过 因为刚才清真 用了很多的细节去讨论 其实当我把话 就像主持人话讲出来 就不会自杀 这样子的迷思 其实有一个概念是这样 我把话讲出来 其实 你只是一个听众 那这过程 我整理了我的想法 所以当我的思考 在一片混乱的时候 我有机会去想 我就有机会 就有点像 我跟着公司 还有清真他们一起 就是做了这节目 其实对我的专业 也有一些帮忙 因为我就会想到别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如果有机会去讲 就有机会去整理 跟想新的方式 所以创作永远是迷人的部分 是这一块 对 那另外一种 但比较复杂是 我在讲的过程里面 我有其他的功能 这个有些时候 就需要一点点帮忙 只是速度 要跟着对方的速度 譬如说 我在讲的过程 其实我只是想要讨拍 可是我没有想 从我的情境跳出来 所以我依然会面对 我茫然的人生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有些时候就需要 有一点点的介入跟帮忙 只是那个步调 专业的介入 对 只是那个步调要稍微 就是跟着 就是个案一点 所以一般的状况 是我们是这样子 看讲出来的部分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个熟力气边 因为你们在这一次的 专题当中 你们访问的个案 访问了好几位 有没有 除了庆争之外的个案故事 你特别也想分享 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你说从庆争的 从庆争之外的 其他的个案 其实另外一位 就是我们另外一支影片 就是婷婷和他周围的人 我自杀 但是我想活下去 这个也是 就是我们在网路上 看到他 把他自己 从17岁开始 罹患忧郁症 后来又确诊 遭遇症 视觉失调的 这个历程 把他离病的经验 然后真的就是血泪死 然后就画成漫画的时候 其实 其实他还蛮撼动人心 就是把自己的那种 那种脆弱 然后他怎么努力的 想要活下来 其实他努力 想要活下来 他甚至帮自己设计SOP 如果他真的 有很想 亲身的念头的时候 他怎么按着步骤做的 都 都把他 就是画的 就是很详细的这样 那我当然就是去 接触他 然后问问他 了解他的状况 但是那时候也会担心说 那他的状况是不是好的 然后也请他 就是咨询他的医师 然后他的社工师 这样 那其实他 因为他罹患精神疾病 也有就是四五年的时间 然后身边的陪伴者 就是觉得 他好像越来越好 然后家人也很鼓励他受访 然后他 其实那时候 还蛮黑色幽默 就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 他反复智商 自杀经验他真的是经验老道 所以他很愿意分享 因为其实他在画自己 自身的经验的时候 有一些病友的回响 让他开始觉得说 好像应该要为 精神疾病的这个族群 好像发生 然后 所以他那时候 就很愿意来分享 这个故事 他自己怎么走过这个经验 怎么自救 对 然后尤其是他介绍了 他从高中时候 就陪伴他身边的一个朋友 叫小欢 小欢虽然 他也是就是那时候十六七岁 然后看着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然后发病了以后的一些状况 他很想要就是陪伴他 他有一些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访问了小欢 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 本来这个专题是去年十二月要播出了 但是后来在专题播出之前的一个月 然后这个婷婷就选择结束生命走了 这是比较遗憾的 但是也藉由就是我们采访他 然后理解他 因为就是精神疾病受苦的过程中 我们也对于 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直彩医师也说了 高龄的也有这样子的 这种隐忧 那我们就是想要把这样的议题 我们可以用很正向的方式来讨论 那怎么样去减少 或者是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状况 不管你自身 或者是你周遭有很亲近的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陪伴 那我觉得去面对他 总是会往好的方向走 不然的话 面对这个青少年自杀的这个人数 这个逐年的攀升 让大家也会觉得说 怎么样的原因 会造成他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想在这个专题当中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案例 那你会更理解 我觉得理解也是第一步 理解就是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你如果一直用自身的经验 去投注在别人身上 那就像刚才 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就是庆珍所说的 讲这些话 就只会让他们觉得 更痛苦 或是更愤怒 对这世界 好像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们 那刚才这个气边 淑丽也提到了 他们在其中另外一位的受访者 婷婷的身上 看到的是一个 很努力的 个案 他面对自己的疾病 因为他本来诊断忧郁 后来遭遇 后来还有这个 视觉失调的问题 但是他不断的 想要用自己的 这个艺术创作 然后走出那个泥沼 但很可惜的 最后他还是选择 离开了 那对于这样子的议题 然后就说我们怎么样去观看 你们即将要播出这议题 来树立 其实我们在 我们不希望就是 就是青少年可能选择自伤自杀的原因 很多元 所以我们在这个议题中 我们选择了就是有不同面向 就是有不同面向的原因 然后不同的受访者 那其中我们还设计了一个互动的网页 就是小鹿的选择 那这个互动网页当初要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模拟一个生活情境 那有点像 比方说刚刚庆珍提到 如果小鹿他在碰到忧郁的时候 可能会有父母或是师长同学网友 然后他们怎么去接应他 那怎么样相对是比较理想 怎么样是比较没那么OK的 OK的 那其实我们当初要设计 这个互动网页的时候 其实还蛮紧张的 因为我们不想用教条的标语式的 我们很希望是接近青少年的 但是我们怕说 自杀那么沉重的议题 我们用一个那么轻松的表现方式 会不会 会不会有些危险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部分 其实我们真的跟直财医师 有很密切的讨论 每一个每一个 对 然后我们很希望在过程中 你除了学一些互动 比较理想的方式以外 还可以在过程中 提醒一些自杀的警讯征兆 然后也可以去厘清一些关于自杀的迷思 是 那自材医师有没有要补充的 就是其实 就像刚才提到的 就是这过程 其实你只要接自杀的个案 那个精神科医师应该就是 他的一个处理个案的死亡率 一定比其他医院高 对不对 因为就是早了的孩子 不太会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自杀有些时候就像刚才 庆珍也隐悦透露 他有些意念就比较像 有一点像歇西服 我一直用这个比喻推石头 快乐情绪往上推 偶尔成功 偶尔就失败 那我觉得这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就开始在想 就是 这个过程失败不表示 中间没有任何人努力过 那怎么样去看待 虽然我们不舍所有的生命 怎么样可以看待 就是我留他在世间多三个月 有意义的生活 这算治疗吗 还是我留他多三年 那好一点的 我们可能可以留他 就是他可以自然的 康复 走他想要的生命历程 对不对 想要的梦想或什么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只有你 很诚恳的去看 这过程里面 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做到 那些不能做到 才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自杀的一个互动晚夜 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 先是熟例提出来 那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点是 他提供了一个 我们怎么去看 所谓的友善陪伴这件事 那大家可以在脸书或IG 搜寻青春发言人 在今天晚上九点钟会上架 你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讯息 那最后剩下一分钟 我想要请教庆珍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庆珍 来到我们的现场 因为他即将就要回美国 继续完成他的博士学业 那如果现在可以 回过头来 对于当时很忧郁的 你说一些话的话 你想要对当时的 孙庆珍说什么样的话 我会大概会说 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 我大概会说 要面对痛苦才会更强壮 大概是这样 面对痛苦会更强壮 也祝福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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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